那么这题呢,在咱们做这些事之前啊,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Cure Learning算法,它从头到尾该怎么样去做 其实啊,这个东西啊,跟咱们上节课给大家代码演示那个,就是咱们直迭代算法是长得差不多的,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看有一个Cure SA,这个Cure SA的意思啊,就是说,比如说在当前啊,比如说我现在在当前一个状态,是状态三的时候 我们状态三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可选啊,我是往一号走,还是往四号走,现在来说对我不知道 所以说呢,我就想学习一下,我往一走好,还是往四走好,我接来就想得到这样一个指标 比如说这个Cure SA,Cure SA,比如说咱们现在是状态有一个三,在状态这个三里边,我们既可以往这样一个 这是状态为三,然后既可以往一走,然后呢,又可以往这样一个四走吧 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Q值是有两个的,一个是Q31,一个是Q34,表示着 假设说我现在在当前状态为三,我能往一走,也能往四走 那我到底往哪走啊,我就要来看一下它们的Q值 Q值呢,咱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得分值,也就是说 现在我不是不知道你往一走好,还是往这样四走好吗 那我就比较一下,我学习完之后啊,哪个Q值高 比如说Q31的Q值高,那我就往一那个方向走 三,四的Q值高呢,我就往四那个方向走 咱们最终啊,实际想得到的是这样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当中呢,就包含了所有的状态 往每一个,往每一个Action进行走的时候啊 它能够潜在得到的一个得分值是等于多少的 哪个得分值大,我们就实际的去往哪去走 那么这个Q Table啊,就是这个Q的一个表格是咱们最终想要得到的 咱们该怎么样得到这个表格呢 这个表格啊,是咱们不断通过迭代来得到的 比如说啊,咱们现在,在每一个状态下 我们都会执行一个Action吧 执行一个Action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值,会有一个及时的奖励 这个RSA就表示着咱们是一个及时的奖励 后面呢,有一个折扣系数,呈上了另外的一个QSA 另外的一个QSA啊,我们看上面有个波浪线吧 这个呢,就表示着我们下一个状态的 就是表示我们下一个状态的,下一个状态还有一个下一个行为 前面呢,表示这样一个折扣系数 那么在下一个状态和行为里啊 我们是不是还面临着一些决策啊 比如说我们下一个状态 咱们从3,从3到4了 那4可以到0,也可以到5 我们是不是要把下一个状态最好的 或者说,对于下一个状态来说啊 哪一个得分值最高 我把最好的那个方向再拿出来啊 这样咱们就得到了一个 对于这个QSA来说 当前的奖及时奖励 加上过后的一个 呈上一个折扣系数的一个奖励 这个咱们就给它算出来了 也就是说呢,最终啊 我实际想算的就是这个QSA 就是对于啊,每一个状态 我这个Action该怎么样进行走 从刘生角度来说呢 我们要分这样几步 就是说,第一步我们需要指定好 这样一个Reval的矩阵 就是该给大家画的这样一个大R矩阵 这个矩阵啊,需要你自己设计出来 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奖法呀 和这个成奖啊 它的一个力度都要设置好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说 最开始的情况下啊 我是不是,比如说最开始的情况下 我让你到2里边 我实在啊,现在来说 第一次咱们并不知道怎么走吧 也就是说呢,咱们首先会让这个CureTable 它是等于0的 等于0啊,是它先进行一个处置化 然后呢,咱们就要不断的去更新这个CureTable了 怎么样进行更新啊 咱们更新还是一个大幅循环 在这里呢,咱们要进行每次迭代 这里啊,就是For Each啊 这个Episode啊 这个Episode的意思就是说 表示着咱们 比如说我现在从而开始 我从而开始第一次到三 然后先是到三 然后再到一到五 咱们发现了最后到五了 到五了是不是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或者说咱们的目标达成了 我们就把这样一系列过程 从一个状态开始 最终呢,一直到这样一个终止状态 不到终止状态不行 必须一直 直到它最终终止状态啊 我们就说 这样一个循环完事了 就是完成了这样一系列的操作 比如说呢 第二次我又从了一个0到4 再到5 只要它从任意一个状态开始啊 不管是哪个状态开始 只要最终啊 达到了咱们一个终止状态 我们就说 它是完成了这样一个循环 这个episode的意思啊 就是表示着啊 咱们从一个从开始到最终结束的 这样一个过程 表示着呢 是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咱们要在这个完整的过程当中啊 不断的进行更新 在这个咱们玩的过程当中呢 首先啊 我们会随机的选择一个处置化的状态 比如说你会选择到 可能随机的一个123啊 1234哪个都有可能 先选择到一个处置化的状态 然后呢 咱们就要观察 如果说啊 咱们当前的状态 是没有达到目标状态 目标状态不是5吗 只要说 它没有达到这个5的状态 然后呢 我们就执行以下几步 在当前状态下 我们就选择一个行为action 然后呢 我们按照这样一个选择的一个action 我们可以得到下一个状态吧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一个 比如说它是一个1.1式吧 我们就可以按照它 然后来去计算一下 当前的一个QSA的值是等于多少 有了QSA值之后啊 我们实际上去更新这个值 第四步是更新这个值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Qtable 其中的一个值给它更新上吧 那么最终我们可以想一想 当咱们执行了大量的这样复循环 就是说 我尝试了多次 咱们之前是不是讲过了 咱们强化学习的一个 必要条件是什么 第一点就是说 咱们能够达到一个目标状态 第二点呢 咱们允许进行大量的尝试吧 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啊 是怎么样学习出来这些参数的 就是咱们通过大量的尝试 在每一个状态下 我都去各种各样的尝试 然后最终呢 我就知道了 什么样的尝试结果最好 那我最终啊 就用最好的结果去跑 这样一件事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整体的流程啊 首先咱们先是 旅报的矩阵R 还有这样一个折扣的细数 然后呢 咱们初始化这个QTable 然后等于第二 然后接下来啊 就是不断的迭代 比如在迭代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用这个式子啊 不断的去算 现在啊 这个过程已经给大家说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实际的来算一下 看一看呢 这个QTable啊 是从头到尾 是怎么样给它构造出来的 这里呢 首先啊 咱们指定一个折扣系数 是等于0.8的吧 然后呢 我第一步啊 是不是说 我先要初始化这样一个QTable 让它所有的值都是0啊 对于这个QTable来说啊 其实它的大小 跟那个Revol的矩阵是一样的 在这里呢 我们对于每一个行来说 还是它的一个矩阵 对于这样一个列来说呢 还是它的一个Action 我来写一下吧 对于列来说是S 对于这样的行来说是一个S 然后呢 比如说啊 我现在有一系列的状态 我这状态呢 能执行一系列的Action 所以说啊 我们又把这个QTable 做成了这样一个矩阵的格式 首先初始化成一个0矩阵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0矩阵来说啊 我们首先就是 第二步 我们要随机的选一个状态吧 那么比如说啊 比如说咱们现在啊 对应于这个房间1吧 咱们就是房间1 或者状态1 假设说 咱们游戏开始啊 是在这个房间1开始的 随机的开始啊 并不一定是房间1 2345都是可以的 咱们拿1进行举例吧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房间1开始了 现在我拿到这个REVOT的矩阵啊 然后在这个房间1里边 我们看 它是能往3走 也是能往5走吧 那它第一次往哪走 它第一次可能不太清楚 所以说呢 所以说啊 我们现在就是 可以去看一下 对于当前这个状态1来说啊 它下一步啊 有点有可能 转到这个3 也有可能 转到5 也有可能 那比如说 咱们现在第一次 我并不知道怎么走 那咱们就来随机的吧 比如说随机的 咱们转到了这个状态5 转到了这个状态5之后啊 它获得的一个奖励值是多少啊 它获得的奖励值是100吧 那么咱们完成这样一个操作 就是说 从状态1啊 一直到状态5 那么到状态5 是不是结束了 所以说 我们完成了这样一次迭代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更新的 嗯 就是啊 咱们状态5之后啊 状态5之后啊 其实 正常情况下 状态5之后该怎么办了 状态5之后啊 它就是会去选 我们看 现在达到了这样一个状态5 状态5之后呢 有几种可能啊 能到0 能到4 能到5 那么其实呢 它就会去选啊 我到0 到1好 到4好 还是到5好 因为呢 咱们对于刚才这样一个 嗯 对于刚才啊 这样一个公式来说啊 我们还要计算 就是你达到下一个状态 下一个状态下的一个 咱们潜在的一个奖励值 现在一个Q值是有多少的吧 所以说 我们还需要考虑下一个状态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Q值 那么下一个状态来说啊 我们看 它是 比如说我们到了状态5 状态5呢 我们可以选 接下来它是往1走 接下来它也可能往4走 接下来还可以往5走 我们选择其中的哪部方向 咱们要选择一个最max的方向吧 咱们要选择会使得 我最终的一个奖励值 最大的一个最好的方向 所以说 在这里啊 我是取了一个max操作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当前啊 这样一个Q51 Q54 还有Q55 这是咱们的一个Q的一个表格吧 Q51 还有Q54 还有Q55 它们的一个值啊 都等于多少啊 它们的一个值都是等于0的吧 所以说啊 在咱们第一次刚开始迭代的时候啊 这个max值啊 求出来的值都是等于0的 那么其实呢 最终的这样一个Q15 就是由第一个状态下 我走到了第五个状态 或者说由第二个状态下 执行了第五个action 那我最终得到的Q15的一个Q值 等于多少呢 就等于这个R15 它即时的一个奖励值啊 由于走到五值 即时的一个奖励值 再加上这样一个折扰系数 再乘上一个 你到五状态下的一个 接下来的一个 就是状态和行为吧 那么在这里呢 它就是一个100 这是100 R15 它是等于100的 R15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再加上0.8 0.8号码 乘上了一个max max里边 因为这样一个Q51 Q54 Q55 在处置块的时候啊 它都是等于0的吧 所以说 6.8乘0 还是等于0 那么第一步呢 咱们就算出来了 这样一个Q15的值 它是等于100的 我们在这里啊 就是最开始的Q 它不都是等于0的吗 那现在啊 这个Q 它就不都是等于0了 我们把这个Q值啊 是等于100 给它填充进来了 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对应的位置 Q15上 我们就把这个值啊 给它填充出来了 这样呢 咱们就完成了 这样一次循环 就是这个episode里边 咱们就执行完了一次 执行完一次 还没完 咱们要执行很多次 咱们就执行完之后 还未完美就执行完之后